今天晚上最后的报告节 我们看到了昨天 蔡英文跟柯文哲在总统府见面之后 黄国昌没有想到在晚上 他竟然非常气急败坏地讲 无耻 他说是民进党搞两手策略 一方面照三参的修理民众党跟柯文哲 一方面说你要政党和线 他也透露说 当时柯文哲有跟他们商量 他们起起以为不可 而且他们讲总统不会搞小手段 这个消息会不会让他曝光 结果我们现在查了 这个消息到底是谁把它丢出来的 为什么之前讲保密 但事后消息不断地丢出来 这到底是民众党还是民进党 现在看起来民众党的成分 搞不好更高一点 而且我们看到了柯文哲的表现 跟他的表情 跟黄国昌所说的完全不一样 他有被出卖吗 他有上圈套吗 没有 你看到没有 这个是2018年的柯文哲 当时在北门这个地方 两个人 你看到没有 他这一眼都不需要猜英文一点 从头到尾都板着一张脸 从头到尾都给蔡英文难开 这也是整个民进党 跟柯文哲 划清界线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可是妙的是 到了昨天你看没有 柯文哲满脸笑容 到今天有看到 他那个笑容完全止不住 他今天一出来以后 非常开心的 因为他已经好久 没有这样的一个美光灯了 所以刚刚讲到 昨天那场会面 他到底代表什么 为什么蔡英文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蔡英文为什么要找柯文哲 到什么观点 或者到总统部里面谈 而且他到底 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篇 人的大方首预的财经专家 黄文哲 说你好 大家好 这是美岛电视报总长吴子嘉 大家好 第三位是资深媒体的 荣耀德 大家好 第三位是资深媒体的 黄文哲 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一位是资深的 社会长林玉峰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资深媒体的张永轩 大家好 我们刚才讲到 柯文哲变化也太快了吧 这是2018的柯文哲 当时针对蔡英文 刚刚讲到 贵的民奥资深媒体的 臭到爆了 完全正眼都不看蔡英文一眼 结果现在 柯文哲变化也太快了吧 昨天她的幕僚 她的整个团队都说 你不要去 不要去跟她欺骗 她还是去了 去了以后 整个满脸笑容 今天 跟这牵手里还没掉 干嘛 走路都有风 那别人就问她说 当然讲说 你很久没有跟蔡英文一样 你常常在节目上骂她 她说哪有 我哪有常常骂她 这又是典型的 挑剥离间 保险我们熟悉的 柯文哲又回来了 什么叫柯文哲 否认过去讲的话 但他明明讲了那么多 但是呢 他现在有意不变的是 美光灯又回到他身边 你看他今天 今天好不容易看 走路有风了 楼梯走下来的时候 左右复法站在他的旁边 然后好不容易这么多记者来 你看这么多记者来 等这么多记者来 很开心 你看第一个时间 还没指挥 你们麦克风放下来一点 你看他整个笑意 完全演不住 准备好开心 太开心了 从来没有成很少 满脸的笑意藏不住 很少这样的阵仗 为什么很少这样的阵仗 现在根本没有人理他 好那最近的网路声量 也非常低 好不容易借由这一次 声量把它往上拉了 所以他当然非常开心 可是保险啊 今天记者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跟他坐下来 你不是常常在节目上骂他 我哪有常常骂他 这又是典型的 这个挑拨离间 你们又在跟我挑拨离间了 但是到底是不是挑拨离间 保险我们就来看一下 昨天这个 这个是昨天的这个柯文哲 你看他跟蔡英文两个 哇看起来非常好的这个状况 这是2018年的柯文哲 你看2018年的柯文哲是怎样 蔡英文在那边 茵茵看着他的时候 他连里头 正眼都看眼 手插在胸前这样 这个是非常非常 不礼貌的动作 而且你刚才讲的 这个时刻其实蔡英文 最需要柯文哲的时候 我当时当时2018 县市长选举的时候 蔡英文的制度大幅下滑 当时就非常希望柯文哲的加持 可是柯文哲不但没有帮他 还踹他一脚 对好那整个后来 他们两个巡视的过程 巡视北门的过程 如果你看那个画面 这个蔡英文在旁边 柯文哲是把手放到后面去 完全是我才是老大 你是谁还这样的感觉 所以就是这样 之前你是那么样 对蔡英文这个样子 为什么现在需要这个蔡英文 要去见蔡英文呢 而且黄先生 根据他们目前爆料的状况是说 蔡英文在大年初一的时候 打掉给他 在2月10号 那当时说到见面的时候 民众党里面大家都反对 那为什么柯文哲说 还是决定要去了呢 因为柯文哲知道 这个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这个媒体一定要讨论他 又回到西位的这个位置 他当然要 一定要去跟蔡英文见面的一个状况 而且刚刚讲的 反走过必留痕迹 今天刚刚讲的柯文哲 你今天讲的很像 大家说你毕竟很久 没有跟蔡英文坐下来聊 你都在常常在节目里骂他 我说我哪有骂他 你们是典型的挑拨鞋 可是我们如果记得话 在2019年的8月5号 当时他是怎么讲的 他说我本来是支持小英的 我怎么不是 但是你怎么可以把国家 搞成这个样子 你旁边每个人都在贪污 蔡英文不贪污 但每个人都在贪 后来国中府说 你跟我道歉 他说 私烟案 庆夫案 赵丰案 现在办到哪里了 我们一直希望 给小英 反省改进的机会 对 这就是柯文哲 有意思的地方 你看我哪有骂他 这个又是典型的挑拨离间 你们不要挑拨离间 没有错 他没有常常骂他 他是每天 几乎每天都在骂他 他是叫沙等的 这个骂小英 而且骂的都很难听 很直接 你看2019年8月 他说蔡英文不贪污 但是身边每一个都贪污 然后总统还跟他说 请你道歉 结果他说什么 私烟案 庆夫案 赵丰案 现在办到哪里去了 我是希望给小英反省的 这个改进的机会 好 那是这个时候 在骂这个三个案子 紧接下来2019年 批评他的两岸政策 他说 你不要超美啊 人家的工啊 他批评这样 对中国这样的态度 好 那2021年的6月 他骂什么 因为当时的COVID-19 死亡人数超过100个 就他是说什么 总统没出来开会 但是高端的股票一跌停 总统就赶快出来开会 这个难听 他是直接 类似暗示说 高端跟总统府有相关性啊 但但是今天 因为太开心了 媒体的机会 那你讲 为什么他要去参加这个 这就有意思了 因为2月10号的时候 蔡英文打电话给他 为什么2月10号 蔡英文打电话 他会接呢 因为他真的很需要 因为2月1号的立委 立委院选举完之后 他已经没有力量了嘛 没有人理他了 所以蔡英文那时候 抛出感染痣 打电话给你 他一定很开心嘛 说好 我跟你见面 我愿意跟你见面的一个状况 所以为什么 黄国昌反对 因为黄国昌 现在为止最需要舞台的是 柯文哲不是黄国昌 而且现在黄国昌出来 我觉得他们好像 也在玩这个两面游戏 就黄国昌 对 为什么这样说 现在大家都知道说 黄国昌现在出来讲 我们大家都反对 原本说他在这个 他们的这个官邸 后来说他到总统府去 他还这样讲 而且还说什么 这是民进党的两面手法 一方面要修理这个柯文哲 一方面出来谎话 但是宝洁我们跟他讲 昨天的这个整个媒体的 这个曝光程度 是谁先曝光 你知道吗 是靖中安的里面的 他是跑民众党新闻的 先曝光出来 所以然后民众党紧接着 再发一个声明稿 后来才是总统府发声明稿 所以原本最初的期望是 大家都是秘密的这个见面 但没想到 最后柯文哲还是把他曝光 因为柯文哲 他就是要曝光 以前曾经有一个江湖传言 你只要跟柯文哲见面 他一定会曝光 而且这个曝光的内容 跟见面的内容 一定有察觉 而且他曝光之后你看他今天就已经有这个媒体的光环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很简单 我要是我有总统的高度 那我要跟总统平起平坐这样 然后夺回这个美光灯 可是问题来了 那蔡英文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柯文哲呢 你难道不了解柯文哲吗 你难道不了解柯文哲很难捉摸吗 那你干嘛还要跟他见面 宝姐 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目前为止 这个蔡英文总统的任期剩下两个月 然后再来他们昨天谈的那什么国会 什么健保 劳保的改革 然后国防预算 然后什么政党这个所谓的平台 宝姐 如果你正要建立政党平台 过去八年你早就可以建立政党平台 好 雨萱 我先给我看不懂了 你今天柯文哲昨天喜滋滋 而且你还带了一个小草跑到的总统 把小草送给了蔡英文 蔡英文也非常够意思 弄了一个台湾的报纸 拿一个台湾的意象 把这个送给了柯文哲 而且你最近也谈到这一段时间 根本没人理柯文哲 他还是照样的 礼拜二 礼拜五都到立法院 没人理他 有人访问吗 没有 等于说我今天给你一个绳索 我给你一个台阶 结果没有想到 黄国昌居然讲无气 不要 宝贝哥 你要不理解 柯文哲做任何行为 他都只为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什么 什么 曝光嘛 所以今天他有可能跟你密会 然后不公布吗 他有可能是真的要跟你谈事 黄国昌讲的 黄国昌说 民进党是搞两手策略 一方面造三参修理民众党跟柯文哲 一方面要政党合作 而且他当时讲说 我们当时已经讲了 你不要去跟他戒辩 而且当时总统府是说 我们要去官邸戒辩 他说官邸不行 去总统府 当时就讲说你去总统府 一定会被泄露出来 因为当时本来讲说两边保密 他说没有保密这件事情 总统府一定会泄露出来 大家不是觉得 那是总统府干的吗 那我们问嘛 最早最早这件事情 怎么曝光的 怎么曝光的 有一个媒体曝光嘛 结果这个媒体刚好很特别 他有什么特别的支出呢 这个记者刚好是跑柯文哲的 然后刚好跑柯文哲 刚好跑柯文哲的独家特别多 那我就问 这个第一枪第一声枪响 来是谁开的 这一定是柯文哲嘛 这又不是跑蔡英文的记者 那你还怪到了赖英心本 怪到蔡英文身受 来来来来 我要念标题给大家听 绿白分手后第一次 蔡英文经与柯文哲会面早午餐 他直接把这个记者新闻丢出来了 来你看 然后相关所有他曾经的报道 来 柯保温献难题 双簧竞争 柯保温献难题 独家柯文哲人士 通通都柯文哲新闻 那我就请问一下这位是跑蔡英文的记者线吗 而且再来第二点 当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率先发布声明稿的人是谁 是谁 民众党 民众党先把这个声明稿发出来嘛 对不对 台湾民众党新闻稿 刚好把这个事情在新闻爆出来之后 马上公布声明稿 等一下各位 我们想一件事情正常逻辑好不好 这声明稿是能随随便便就打出来了 当然不行 准备好了嘛 对不对 刚好我一手放新闻 一手丢声明稿 一搭一唱 何乐隆隆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新闻稿 就是我们昨天讲的嘛 而且特别讲 他也特别强调 我是带着小草进去的 对嘛 所以这准备好文情并茂嘛 但是我跟你讲 磨高一尺道高一丈 我们先讲 柯文哲不守信用 这是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江湖传言 任何你跟柯文哲谈的事情 他一定会对外泄露出去 然后泄露出去之后的内容 绝对跟你们谈的不一样 磨改版嘛 比如说余金宝嘛 是不是被他卖掉了 国民党朱立伦 国民党好友谊 反正国民台名 谁跟他见面 最后他都会把你卖掉 对不对 不是 而且我们再强调一遍 当时本来讲都正负误差之内 强调一个6% 6%也是这个记者先写的 好嘛 那我就问嘛 那请问一下 蔡英文知不知道 柯文哲的这种状况 跟这个劲逃 当然清楚嘛 蔡英文是当初2014年 然后让他去选台北市长 然后一路看他下来 看到2024年的人 蔡英文对他知根知底嘛 所以各位 小英 我难得叫他小英 为什么 因为他站在柯文哲对立面 他根本就已经早就 已经盛情凑劣 怎么走 所以当柯文哲丢出新闻稿的时候 总共不做什么 总共不马上也丢新闻稿 跟进丢出新闻稿 所以各位 我们昨天第一时间看到 你那个画面像是什么 像是相互呼应 对 坦白讲 是蔡英文完全把柯文哲的 如意算吗 打得清清楚 他知道你这个家 我绝对会要卖嘛 但既然要卖 我一定是跟你讲同样一套 好 这时候问题出来了 那黄国昌请问知不知道这个状况 他知道不是吗 他不是说都已经讨论了 而且百人想说要到官邸 是我们其其以为不可 才赶到总统府 而且当时我们是反对的 那黄国昌知道 为什么要去骂蔡英文呢 为什么 这不是很奇怪吗 黄国昌说 柯文哲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他太善良太老实了 蔡英文玩这个凉面的时候 妈妈骂这么难听 他自己也有讲 他说对 我们大家都有劝阻他 但是柯文哲却还是要去嘛 他还讲到一个重点嘛 他说官邸的问题嘛 各位我请问一下 在总统官邸办 跟在总统府办 他实质上到底有什么样意义的差别 有差别吗 当然有嘛 因为总统官邸办 看着像密室黑箱嘛 不好看嘛 在总统府是开大门走大路嘛 对不对 这就是屁话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两个都没有公开啊 你哪一个有公开 哪一个有直播 两个都满一模一样嘛 但是他有个根本性的差别 保雷哥 这个对柯文哲来讲至关重要 他要进总统府 对 这是柯文哲 这个一生一世 one of a lifetime 可以走进总统府机会 因为从此之外 再也没有了 所以他当然为什么民众党 这么坚持 这么吵这些 他一定要走进总统府吗 那碗牛肉面想很久了 我都不去总统府 没有办法吃到那个牛肉面 而且请问走进总统府 跟官邸有什么差别 走进总统府 我是跟总统 这个并尊就驾 两个人同样在这个地方 高度位阶 完全不一样嘛 所以即便黄国昌 在这边骂 当然他有两种解读 一个就是柯文哲 在玩两面手法 什么叫玩两面手法 就我一面 赚你赖蔡英文的声量 但我一方面 还是要消遣你 你说这跟过去六点声明 不就是这样子玩的吗 国民党马英九 一样被他这样细耍嘛 当然第二个 恐怕如果说是第二个 就是黄国昌跟所谓的黄珊珊 已经跟柯文哲正式分道扬镳 我仔细提醒各位一个重点 你去看柯文哲出来受访的时候 请问一下谁在他身边 吴一轩 对不对 吴一轩是不是党团的人 不是嘛 吴一轩是他自己的发言人 新闻部嘛 好那另外一个叫做陈志涵 那陈志涵是什么人 你说他党团了吧 对不对 对 陈志涵是柯文哲安插在立法院 作为自己监控指挥的一个下棋的对象 那我就问 如果说这件事情 他在立法院这个党团受访 理论上来讲 他谈了跟蔡英文这么多 最后要执行的层面会在哪里 立法院 那黄国昌黄珊珊是不是应该出来 政副总召 对嘛 那请问今天黄国昌黄珊珊 有没有培荣塞 没有 黄国昌黄珊脸书发文 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及到这件事 没有 完全没有嘛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认为第二个可能性比较大 恐怕柯文哲为了自己个人的声量 个人自己的美光灯 宁愿跟蔡英文结盟当小绿 但是在立法院双簧早就已经准备当小蓝 好所以董事长 需要你的解读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会一方面刚刚讲到的 我一方面跟你见面 然后一方面就开始玩小心机 开始丢新闻告 第三个就是黄国昌要跳出来骂人了 不这就是民众党嘛 民众党这个基本上 他这个是混乱的一个政党 那黄国昌骂人没有什么意义啦 关键就是柯文 黄国昌骂人已经没有意义了 黄国昌骂人了 他没有一天不骂人 分析黄国昌骂人 他只是骂人的台词不一样 骂人的地点不一样而已 他哪有一天不骂人的 对不对 他这个已经习惯去骂人 他骂人的一个 而且那个张力一直在衰退 那个黄国昌骂人都是重点 重点就是说奇怪的就是说 柯文哲高兴什么劲啊 他高兴什么 他高兴啊 真高兴 昨天他今天高兴的不得了啊 他走路有风了 满脸成光了 兴奋的不得了啊 你看见没有 他在那边还叫大家 他那个堵白 就把那个麦克风压一下 第一点 好久没有看到麦克风了 他的脸 他的脸 他的脸部 他脖子上来露脸出来 他怕被麦克风砸到 对对对 Kamber 不能遮到我的脸 我好不容易露脸出来了 是嘛 你看他那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兴奋嘛 兴奋的原因在哪里 就跟我们一样嘛 他在拼流量 好不容易流量出来 为什么这两天倒霉啊 有台把他TV把他做到民调 13名 不是 吊车尾嘛 对 吊车尾 吊车尾嘛 就是已经出局了嘛 柯文哲高兴有所本 因为他已经苦闷了很久了嘛 今天终于回到了这个 他能够进到总统府耶 开玩笑 我这辈子还没去过总统府耶 他这个 表示他这个官威 他的官影还很强嘛 对不对 但是你要注意看这个画面 他在总统府搞了两个小时 对 你跟蔡英文讲过话没有 我没有 你跟他讲话 你跟他有两个小时 用什么话可以谈 柯文哲你跟他讲过 讲话也能够讲两个小时吗 没有办法 绝对不可能嘛 柯文哲讲话 讲他话的甘然 听不太懂嘛 不是 而且他很会断句 他会变句点 不是 他没有内容啊 你没有办法跟他谈两个 除了跟他谈医学啦 但是两个 蔡英文要跟他谈两个小时 本身就很困难 然后柯文哲跟他谈两个小时 包括吃牛肉面在里面 那就是比较合理 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多么无聊的一个剧本 我讲一个画面 你看那个画面里面周渝修 周渝修的脸在 头在看哪里 看天王板 对啊 无聊到看天王板 对啊 无聊 你们两个谈话谈到无聊嘛 周渝修已经变成非常 周渝修被拍到这个画面嘛 一个百无聊赖的表情 对 百 这是百般无奈嘛 你看那个 这个总统府副秘书长 规矩就是当花瓶嘛 摆在旁边 那这个脚比就两个人 两个演 两个人就蔡英文跟柯文哲 在演一个非常无聊的剧本嘛 所以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在讨论内容是什么东西 好 那我们谈谈内容 内容更可笑 他们内容叫做团结 你现在剩两个月的总统 你跟民众党团结什么 你是要参加民众党 还是要干什么 而且林佐水都讲 你要团结 你要这个 你朝野合作 你应该在你总统八年任内 你八年任内不做 你要下台才做 你八年任内一天到晚跟在野党斗 从来没有对邦过在野党一次 你的苏贞昌每天当你的 修理 修辱 每天奚落 修理 然后陷害这个在野党 从来没有一天客气过 所以这个谁讲的 这个黄河昌讲的对啦 黄河昌还算资深的民众党员 如果你资深民众党员 哪里有客气过呢 都是大家两边都是相骂攻击的嘛 怎么突然间到最后两个月要团结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目的是什么 目的不是内容 目的是画面 他这个画面要拍给谁看 他一定有个人 他有个目的 给赖金德看的 他就是这个画面给赖金德看 他故意跟你讲 无聊到搞两个小时 我跟蔡英文讲过话 我得讲十分钟 我就认为差不多了嘛 不是很无聊嘛 怎么会讲话讲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还特别强调是两个小时 对 所以说这两个人多无聊 我跟他们两个人都单独讲过话 我没有一个人 他们两个加起来 我绝对没有办法讲超过半个小时 他们两个讲两个小时 讲什么东西 讲的话自己都不相信 主要就是留下纯正 然后讲到周宇修无聊到看电话办 对 周宇修的表情代表了 对这整个讨论的内容的评价 而且刚才讲到 如果这张这都是选择过的 搞不好周宇修这个表情 还是比较能够看到 搞不好这种不耐烦的表情更多 这个是总统府的表情还是 总统府的公告的 总统府拍的 这个话 那总统府的表情主要的焦点是在 蔡英文总统的身上 他没有注意到周宇修这个的反应 周宇修是一个真诚的反应 周宇修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 那小孩子嘛 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东西 他有感觉到 他是一个用肢体语言来表示他的反对 所以周宇修的表情 跟黄国昌的内容是吻合的 是match 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无聊的政治活动 然后他们也知道 这个柯文哲来就是被蔡英文利用嘛 利用的目的何在 所以我刚讲最后一个目的 流量 柯文哲要流量 蔡英文要什么 蔡英文要画面 要照片 一个要流量 今天晚上 今天在立法院下来的时候 你看 都开始堵麦了 就开始讲话有用 那明天还有没有 没了 当然没有嘛 一日航情 一天的航情而已 那这个东西 賴信哲看了会不会有反应 我不知道 但是绝对民进党看完 不会有好的反应 好 瑞德 这个就非常微妙 你的党主席跑去跟蔡英文见面 总是喜事一桩 黄国昌他们干嘛气成这个样子 因为很简单 因为黄国昌现在 俨然以头号的大太子自居 不是吗 现在民众党 除了柯文哲之外 最大的不是他吗 所以第一时间 哔哩巴啦的骂一堆 可是今天为什么改口 今天又改口说 跟民进党 大家一起坐下来谈 交流也是一件好事 那你昨天干嘛那要叫 那你昨天骂假的 你昨天直播的时候 骂的东西 不是这个样子说的 很简单 因为我相信他骂了以后 因为很后悔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会不高兴 事实上呢 两边有各自的不同的盘算 那么当然是大家都知道 可是柯文哲想的是什么 柯文哲要假借这一次的 去总统府送小草 跟他谈话 从政生威啊 从过年前到现在赢多久了 柯文哲的声量一绝不振啊 开玩笑说 柯文哲现在骑Ubike 已经坐到树跌倒 都没有网路流量了嘛 为什么 因为他突然间一连串 那么多人 国民党不分区立委 汪小林 基隆市长 谢国良 再加上这几天 那么多那么多西文 连他旁边这个大弟子 这个大徒弟 这个黄国昌声量 都远远赢过他嘛 如果你是柯文哲 你怎么办 他吓坏了吗 我就想尽办法 我想坦白的嘛 所以现在有人递橄榄枝给你 到总统府去见了 蔡英文 你看我们现在又恢复讨论他啦 然后网路声量 他可以讲一大堆啦 所以呢你就知道 站在柯文哲 柯文哲 这个人没有中心思想 他的中心思想就是 哪里有流量 哪里有可以蹭的地方 我就过去蹭嘛 他今天不是讲了说 是媒体挑拨利监 他那样有骂蔡英文嘛 2019年到2020年 当时他怎么骂蔡英文 蔡英文旁边的人 每个人都贪污 我有一次遇到黄崇燕就说 你应该去告他啊 因为他说你每个人都贪污 每个都贪污 你是他们旁边的人 现在是总统府护秘书长嘛 他不认识你们都贪污 我告诉你喔 究法 言法 还真的可以告到柯文哲 我告诉你 你凭什么说每个人都贪污 当时蔡英文是怎么回应他的 蔡英文说抹黑别人 不会让自己更干净 很简单嘛 就一句话打下去 那你知道两个人 什么时候翻脸 什么时候翻脸 两个人是在2018年 柯文哲选求连任嘛 对不对 怕民进党提出来嘛 后来提了姚文志嘛 柯文哲怕落选 所以当时蔡英文又讲了一句话 又出来公开讲了一句话 她说 对台湾价值的这件事情 再一次要确认 意思就是叫柯文哲 要再次确认 让我们的支持者可以坚信 他是一个我们一起 可以作战的人 就这句话 柯文哲怎么打回去了 柯文哲听了以后 叫双方打回去说 蔡总统不妨说说 他的台湾价值 跟国家整体的角度是什么 就是这样 两个人翻脸的 两边翻脸的是这样来的 所以后来才确定 他还呛回去 所以才确定提 你的台湾价值是什么 你告诉我清楚 那我讲坦白的 柯文哲就是要 借此想要壮大自己 想要提升自己的声量 你放心 按照我作为柯文哲的了解 要不了两天 他和风向又在骂他 对不对 又跳出来讲说 其实我是怎样 我是为了国家 我是为了怎么样 才这样 我才不 他马上就冰靠金你放心 他骂了 过去骂了蔡英文 他超没有人家 刚去挑衅习近平 他怎么说 说黑影直升机事件 停止了以后 那时候蔡英文民进党 暂时停止相关的 这个选举活动 他说 蔡英文跟民进党 又没有多重视国具 他一天到晚 骂蔡英文 我告诉你 那个北门的邮局 蔡英文哲对蔡英文的 没礼貌 跟那种嘴脸 激起了全部 所有民进党人的反感 当年我们去帮你 辅选的时候 没有拿过你那毛钱 你知道吗 没有我们 有你一个蔡英文哲的存在 你是Nobody 按照刚刚雨璇讲的 现在民主党 针对这件事情 有内部矛盾了吗 还有今天柯文哲出来 他的文武两大将 真的应该要在旁边吗 这一局太复杂了 乱成一团 乱成一团啊 因为你要知道 蔡英文总统的脸书 现在目前下面有很多人 在骂柯文哲 为什么要跟他见面 拍咪啊 英粉也不要他见面 英粉也不要见面 但是我很快地把这个事情 因为太复杂 但我抽丝剥茧跟大家讲 你先看宝杰哥 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两个人贴的图 居然是不一样的 一般不会这样 所以就叫各取所需啊 对 然后呢各自见面 政党和解 有没有 因为柯文哲他带一个梗 就是小草进总统府 虽然他没选上 可是小草还是进去 小草还是进去 对啊 对不对 所以他放的图是这个 但你看这是蔡总统的图 他用的是台湾暴枕 他的坚持是台湾议事 所以呢 我们现实面 因为刚刚几个来宾都已经讲过了 我就不赘述他们讲过了 我都同意了 就是说有很多的矛盾点 蔡总统现在目前 保洁哥他现在的状况 剩两个月要协任 对不对 但是他是拿56% 57% 是817万票的 中华民国史上最高的总统 那你说怎么现在才见面 其实我跟你讲 先前就算有想约 蔡兰兰不一定跟他见面 他已经 我现在讲很精确的用字 蔡英文已经跟朱立伦 柯文哲没有政治厉害的关系 就这么清楚吗 因为赖金者可能跟柯文哲 还要选四年后啊 你现在也没权力啦 你现在你刚刚讲的 而且如果光见面也就算了 你谈到了国防 你谈到社会 你谈到这些东西 还有你去跟人家谈NCC的人士 这不是你的权责啊 来 就针对这些话题 要看关键时刻 我们要有一点料 有一点东西嘛 因为蔡英文总统 他跟赖金者有充分沟通过这个 这我有去做确认 大家想说你在搞赖金者 其实也不是 赖金者你去看 我刚刚讲 现在观众朋友 等一下看完关键时刻 蔡总统的这篇po文报诊的 那小草是柯文哲不一样 下面第一个留言是谁 就是赖金者啊 赖金者知道 但是赖金者520之后 要不要我不确定 我刚刚讲这是关键字 因为蔡英文跟 克文哲跟朱立伦 没有政治厉害关系 他不会再选了 可是赖金者 他520之后当总统 再来党 黄国昌会被骂赖金者总统 会 克文哲会批评赖金者总统 应该也会 可是他们就没有必要再批评 蔡英文总统了 所以政党和解 各取所需 用的照片也不一样 那你说克文哲去的 是不是有声量 今天最高声量就是他嘛 那再 第二个就是说 为什么党内会反对 党内觉得说 因为蔡英文总统 已经剩两个月了 国民党现在也在犹豫啊 他说国民党说 我们希望跟赖金者总统 当选人见面 但问题是 赖金者真的上来之后 如果大家还在那边耳鱼 我大家就很难讲 就不一定会成 第二个 关底那个刚瑞德哥讲的 他并没有想说 要吃你豆腐 因为克文哲 我负责任说 以前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去过关底跟蔡总统 以前也是去关底啊 对啊 现在怕被大家穿小鞋 那既然是这样 他讲公事公办嘛 那对不起 那我要提一个 前总统记者跟大家讲的 以前总统 如果跟在野党 领袖见面 都有全程直播 苏仁昌去总统 跟马英九讲话 马英九讲到 造架不住 吴杜易还跳出来啊 对不对 全程直播 对 苏仁昌去到总统 跟马英九讲话的时候 旁边还有副总统吴杜易 在讲核四的问题嘛 所以全程直播不就好了吗 可是这个没有 这个见完面以后才开 所以其实 其实柯文哲的知识者 跟蔡英文的知识者 各自都对这一场 有一点不能 不能接受 谁主不服 可是我是觉得 黄国昌昨天晚上 他是开火力全开在骂 他说太无耻了 恶心要蹭柯文哲 要利用柯文哲 但柯文哲本人 没有这样讲啊 他今天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 还是蛮高兴的啊 满面成风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你秀到有一点就是说 黄国昌的方向 跟柯文哲并没有完全一样 那到底 谁把这个消息放出去 宇轩刚刚有跟大家 做分析了 这个记者刚刚讲那么多 对不对 他的独家真的多 连黄静莹跟他老公结婚 都是这个记者的独家 所以民众党的事情 他知道的比较多 你看有没有 民众党 你把他搜出来吗 就是这个记者 我跟这记者不认识 那记者能够掌握独家 是他的本事啊 只是说如果 国昌觉得说 这个是总统府放出来的消息 我有跟总统府的 副局长张突然确认 他说没有啊 我们就已经安排好了 我们的新闻稿 什么都有啊 可是消息不是我们放 我们没有必要放 要放也放给总统府的线啊 你不放给总统府的路线记者 但这个记者不是跑总统府的 他是跑民众党的 而且他也不是跟民众党 关系不好 好像黄继莹结婚 有没有 在这边黄继莹结婚这个独家 都是他的 所以黄公昌可能要先搞清楚 如果有人可能破坏了协定 先把消息放出来 这个人是谁 是蔡这边还是柯这边 这是真的 2 5 100